1840年,维多利亚女王的第一个孩子,维多利亚长公主出生了,她的出生不仅代表着,维多利亚女王打破了自己不生育孩子的诺言,更代表着欧洲王室一家亲的时代开始了。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维多利亚长公主的出生,对欧洲王室有着这么大的作用? 其实有作用的不是她,而是她的母亲维多利亚女王,一个被誉为欧洲王室老祖母的女人。 但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在17年的时间里,生下了9个孩子的她,压根就不喜欢孩子。 甚至可以说是厌恶,这是为什么,又为何说她将血有病传遍欧洲王室? 这里是十月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孤独的童年 维多利亚女王,英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女性君主之一,但为了爱情和国家,她疯狂地生育了9个孩子,将血有病传遍欧洲王室。 以异己之力,改变了欧洲王室的血脉。 维多利亚女王,出生在一个英国皇室的分支,她的祖父是乔治三世,但维多利亚的童年并不是在英国的皇室氛围中度过的,相反,她在德国的环境中长大。 这个环境充满了德国的文化和自由主义思想。 维多利亚的旧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担任了她的监护人,对她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小,她就接触到了各种新思想和政治观点,这为她未来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然而,维多利亚的童年也是孤独的,她的父亲早早去世,留下了她和她的母亲。 这个突如其来的丧腹之痛,给了她更多的时间来反思和学习,塑造了她成为一位坚强女性的性格。 维多利亚时代 1837年 维多利亚女王的伯父威廉四世去世,她突然成为了英国的君主,年仅18岁。 她的即位标志着英国最辉煌的时代之一,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 1839年,维多利亚女王的婚姻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当时,她认识了年龄比她小三个月的表弟,萨克森科堡与哥达的阿尔伯特亲王。 这个相识不仅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也对英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维多利亚女王在遇见阿尔伯特亲王之前,曾一度不想结婚。 这并非出于对婚姻本身的不喜。 而是因为,她担心婚姻会干扰她的个人自由和皇室职责。 当时的英国,尤其是英国皇室,对于皇室成员的婚姻有严格的规定和政治考虑。 维多利亚女王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她的婚姻问题不仅仅是一桩私人事物,还涉及到国家的未来和权力平衡。 然而,维多利亚女王也是一位感性的女性,她渴望真正的爱情,她希望与一个能够理解她,支持她的人结婚。 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联姻,这种内心的挣扎使她一度迟疑不决。 但是,阿尔伯特亲王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她不仅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亲戚,还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聪明且有远见的年轻人。 阿尔伯特亲王与维多利亚女王有着深厚的情感连接,两人相互倾心。 这段情感使维多利亚女王更加坚定地决定走入婚姻的殿堂。 17年生9个孩子。 1840年,维多利亚女王的生育历程开始,她迎来了她的第一个孩子。 自维多利亚长公主的诞生,这一事件被认为标志着欧洲王室一家亲的时代的开端。 然而,这也只是一个序章,接下来的17年内,维多利亚女王相继生下了8个孩子, 将英国王室与欧洲大陆的其他王室紧密联系在一起。 尽管维多利亚女王在这段时间内频繁地经历了孕育和分娩的过程, 但有趣的是,她其实对孩子并不感兴趣,甚至有点厌恶,她极少抱孩子。 更是少有表现出对母亲角色的热情。 这种情感上的疏离与她强大的女王身份形成鲜明对比,使人感到一丝不寻常。 然而,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原因, 阿尔伯特亲王,作为一个有着远大理想的人, 希望通过联姻来巩固英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以及增强自己的地位。 尽管她担任亲王的身份局限了她的政治权利, 但她的野心却无比显著, 她意识到,只有生育众多子嗣, 才能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取得更大的影响力。 于是,在与维多利亚女王的深厚感情基础上, 阿尔伯特亲王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要求维多利亚女王生育众多的孩子, 以加强英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纽带。 尽管维多利亚女王并不热衷于母亲的角色, 但她深爱着阿尔伯特亲王, 因此不得不妥协。 维多利亚女王承受着怀孕和分娩的身体痛苦。 为了维护婚姻和国家的合法性, 为了支持阿尔伯特亲王的远大理想, 她在婚后的17年里连续生下9个孩子。 9个孩子称霸欧洲。 收获是不菲的, 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 确实凭借着这9个孩子称霸了欧洲王室。 大女儿维多利亚公主嫁给了普鲁士国王, 并且生下了未来的德国皇帝威廉。 二儿子威廉按照长子继承法, 自然就是未来的英国国王。 三女儿爱丽丝公主则嫁给了德国的路易亲王, 跟母亲一样她也生育了许多个孩子。 其中就包括了未来的瑞典王后, 菲利普的母亲希腊王妃和沙俄末代王后。 四儿子作为闲散亲王, 则娶了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女儿, 然后他们生下的女儿未来成了罗马尼亚的王后。 老五和老六就逊色了一些, 没有嫁给其他国家的王子, 一个嫁给了公爵克里斯蒂安和英国公爵约翰坎贝尔, 怎么说也要留两个稳固一下国内形势。 老七迎娶了普鲁士公主, 生了个女儿, 后来这个女儿又生了个孩子, 就是后来的瑞典国王。 老八娶的则是奥地利大公国的海伦公主。 最小的女儿则嫁去巴登堡, 生下了未来的西班牙后。 希腊王后, 英国国王, 挪威王后, 瑞典王后, 希腊王妃, 沙俄末代王后, 罗马尼亚王后, 公爵夫人, 瑞典国王, 丹麦女王, 西班牙王后, 光看这一长串德的头衔就足以令人吃惊了。 不怪得说欧洲王室一家亲, 光是嫡系出名的头衔就有这么多, 更别说还有庞系, 还有不知名的孩子, 那数量更是庞大。 如此看来, 殷亲计划好像完全成功了, 阿尔伯特亲王真正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血有病传遍欧洲王室 但故事远远没有结束, 现实总是非常残酷, 在维多利亚女王的身体里, 隐藏着一个致命的遗传疾病, 血有病的基因, 血有病, 也被称为血有病症, 是一种遗传性疾病, 主要影响到患者的血液凝血能力, 这个疾病得名于它的发病方式, 通常传递给男性后代, 而女性通常是携带者。 血有病的主要原因是, 由于患者体内缺乏, 或缺失一种特定的凝血蛋白, 通常是凝血因子8级血有病A, 或凝血因子9级血有病B。 这些凝血因子在正常情况下, 帮助血液在受伤时凝结, 以止血。 然而, 当某人患有血有病时, 这些凝血因子的缺乏, 使得他们的血液凝结速度大大减慢, 导致即使小伤口, 也可能引起严重或持续的出血。 另外, 血有病是一种终身疾病, 目前尚无治愈方法。 因此, 血有病的传播远远超出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想象, 它不仅影响了她的子嗣, 还延伸至欧洲其他王室, 导致了很多王室成员相继因病去世。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得这样的疾病, 遗传还是有一定概率在的。 就拿英王室来说, 作为维多利亚女王的本家, 他们并没有遗传到维多利亚女王的血有病, 不仅如此, 还一个比一个长寿,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当然维多利亚女王也非常的长寿, 虽然她将血有病传遍了欧洲, 害得很多后辈因此丧命, 可她自己却活了八十多岁, 在那个年代算是非常少见, 实在有些讽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